我们关于我们的物件的操作跟视角的操作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编辑模型 模型 在做编辑之前 我们可以用一些基本型来做一些我们的物件的摆设 先做一些我们要的规划 所以在场景中的任何物件我们要创建 在blender要创建任何东西的快捷键都叫做shift-a 它会跑出叫做add 它就可以创建任何东西 像上面第一阶段都是关于模型 关于模型啊 线段啊 面 也metable 文字 就是体积类的很像烟雾的一类 就是画一些2D画图 我们目前快速基础入门会用到的就是模型 还有这里 灯光 剩键 我刚才摄影机是用 之前讲的是用复制 shift-a复制 这里 我们可以用camera 上键 开启声音啊等等 这里快捷键我们要开启 所以我们要创建任何东西 可以在这里按add来创建 那其实这里几超多朋友 其实记得大家都用快捷键 快捷键 可以创建物件 好这里预设所有东西创建都像在世界中心 好再创建一些 圆柱 它们都叠在一起嘛 可以用去 打一开 好至于他们创建物件都在世界中心的原因是 Render有个东西叫做3D Cursor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Cursor 它这个是什么呢 它就像是 游标 或者的游标 它会告诉软体说 我们现在创建东西要放哪里 它要怎么操作按shift的 右键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它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在我们的视频面上移动 不过 因为 这是3D软体 所以如果我们按的这样移动到物件上的话 放开 它这里 动一下的话 它其实会放到物件 贴合我们的物件 它会尽量贴合靠近到我们的物件上 就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的创建一些物件 的位置 就像我移动到这里 shift A 创建物件 它就会以这里 轴心来创建的物件 shift A 创建一颗球 按到圈圈啦 Circle 好 好 这里 像 其实基本上 Cursor目前在出界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还是习惯创建在世界中 那我们要怎么 把这个放回世界中心呢 这里 tool cursor 这里 像我们之前在讲 reference 这里 大家开启 tmap 这里 pymenu 这个就是pymenu的功能 按着shift S 它这里长按的时候 它会跑出 关于Cursor的一些 子参数 子 参数 那这里叫做cursor to world origin 它就这样 cursor放到世界中心 它就会放回来 好 再来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选到这个物件 shift S 我们可以把cursor放到我们所选的到物件的地方 选到物件 cursor to selection 这样就可以快速移动我们的cursor 到我们要的位置 那其实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我们要移动物件的时候 会用这样的方式 像我 这样的话 可以把我们选到的东西移动到我们的cursor 就可以快速移动 所以cursor就像一个锚点 我们可以告诉说东西要放哪里 我们可以用cursor 的方式来做物件的移动 就是一个物件的放置的 基准位置的操作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cursor 就是S 这里 最常用的其实就是cursor to work cursor to select 跟cursor select to cursor 然后这里 再补充一下 cursor to active 所谓active呢 我们选多个物件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选到三个物件 他们有一个叫做亮黄色 亮橘色 亮橘色 跟深橘色 所以亮 最后选到这个物件 通常最后选到这个物件 按着shift的去选 最后选到这个物件 通常就叫做active 就是叫做active的select的物件 所以这样shift as cursor to active 它就会选到active的这个物件 这个部分 目前的操作其实要知道说 大家怎么知道什么是active 用select to active 选到物件 到active 这也是哦 像你看我们不需要cursor 我们这里 像这里 这里 这两个物件按 select to active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操作 cursor 然后我们现在把cursor回到 物件中心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创建我们的物件 cursor是我们对创建物件的时候 想用到的工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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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